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終於願意乖乖坐下來和大家分享 我上個月沒有拍 還有今個月還沒拍的 我穿上去 因為最近真的很忙 忙著去玩 反正我現在也坐下來拍 大家不要怪我 另外今天可能沒有平時說得那麼著弱 因為其實我的喉嚨有點不舒服 所以如果有什麼走音 大家可以反聽不到 因為兩個月沒有拍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東西跟大家分享 所以現在開始了 首先說我最近用什麼卸妝油 之前一向用了Bobbi Brown 用完之後就想試試一些新的產品 所以就換了Franco的Mio Cleansing Oil 我覺得每一次試新的卸妝油是很冒險 因為通常油很容易令到你爆粒 生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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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瘡 這個我已經用了差不多兩個多月 我都用了一大半 所以都沒有爆粒的問題 清潔力都可以的 但我主要是用來射臉 眼睛我通常用另外一些東西去射 它是過關的 接下來就是這個深層清潔面膜 就是這個非常有名的Glam Glow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它在香港的Joyce Beauty都可以買 因為我聽到太多人說它超好用 敷完之後很神奇 真的說污垂液都沒有了 然後皮膚又白又滑 我買的時候 Bee姐姐就說 這個是對黑頭粉刺特別有效的 但是因為它有給一個 這個是白色 它有給黑色的使用妝給我 它裡面有些茶葉的粒子大一點 我自己試完就覺得 那一隻黑色的功效是明顯一點 真的敷完是很滑很乾淨的 這個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我聽得太多好東西 是有一點點失望 我覺得效果出來也好 但沒有人說得那麼誇張 譬如一個禮拜都敷一至兩次 我覺得我的黑頭也不是很有特別大的改善 但敷完之後是真的乾淨 而且那一刻毛孔是挺細緻的 如果我遍意我覺得黑色的好像比較好 另外大家都知道我是超級無極 喜歡用這個Beauty Blender 最近我試用這個黑色 我覺得黑色和粉紅色都沒有什麼分別 純粹是那些髒東西看得不太清楚 我想說的是它這個Beauty Blender的繁肩 它是專門用來洗這個Beauty Blender 那Beauty Blender真的很好用 總之因為我用完它之後 我很久很久沒有用過掃去上我的粉底 那這個Cleaser其實有出液體和固體 那我買的時候也不用想 我就一定選固體 因為我覺得方便很多 你就不用一支水帶來帶去 因為Beauty Blender每次用完 最好都是洗乾淨讓它朗乾好一點 它是一塊繁肩的東西 你新年常用的時候 濕着Beauty Blender 然後沾一點 譬如開iger 那些粉底和髒東西都已經全部拿來 它不算很貴 但我都在Joyce Beauty買 大概150元左右 那我想這塊 travel 應該可以使用到很久 另外另外這革ingu眼 其實在香港也是可以另外買的 之前我在美國買的時候 算了算稅 差不多美金21元 在香港賣175元 差不多了 我覺得算是相當的 價錢是差不多 而且這個鞋子真的比你用開自己 亂用什麼 洗多少精洗 其實是乾淨很多 而且它不是有很多泡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有很多泡 你放在棉上好像洗了 過水都過不清泡泡 它沒有什麼泡 但是洗得很乾淨 下一個就是這個 塗暗瘡 其實我不太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但是有一天我在家 看到它的包裹收到 它很有趣 這個是日常用 這個是晚上用的 這支是非常像我平常用的 Mario Badascu 看清楚一點 它有兩層 一層是液體 另一層是粉 另外這個它扭出來 就有一個掃 我覺得晚上睡前 直接塗都很方便 我覺得效果其實都OK 第二天塗完 我覺得那顆暗瘡是借了一點 下一層是這個 非常適合懶人用的 這個是SKA2的日霜 有SKA30 和PA++++ 基本上我整個夏天 一直都是用這枝東西 因為我實在太懶了 通常我洗完臉 用用湯浴 塗SERUM 看看皮膚狀態如何 有時候懶得也免得 直接塗這個 連防曬 然後就化妝了 我覺得它的質地都剛剛好 不會太潤 它也有一個保濕 滋潤的效果 就好像一個日霜 但它有防曬 我覺得要敲一下那個步驟 就不用再多塗一層 我覺得都OK 我知道不單是SKA2 有出這個日霜連防曬 其實很多品牌都有 大家可以試一下不同品牌 不過我覺得其實真的很方便 說到這個化妝品 我終於試了這個傳說中 大家都有好用的FIT ME MAYBELLINE FIT ME Concealer 這個在香港的專櫃是不能買的 那我就在一些 外國代購的水貨店買 那都是很便宜的 好像五十幾六十塊 就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那其實為什麼它這麼出名呢? 因為別人就說它很像 NARS的Radiant Creamy Concealer 那我兩支都試過 那其實我就覺得呢 不是很像的 如果你把兩支在我的手上 然後告訴我 誰打誰 我想很容易就分得出 因為NARS這個遮瑕度是高很多 激身很多 厚身很多 那你用的份量 可能是很少很少 就已經有一定的遮瑕度 而且始終它比較激身 那它持久度都會好一點 那這個我覺得比較適合光機的人用 因為它比較滋潤 嘔喉 所以其實它是水很多的 還有遮瑕度 可能沒有NARS那麼厲害 但是你可以慢慢的遮瑕度 如果你覺得那顆暗瘡 遮瑕度也遮不到 然後你又可以再上第二支 它又不會太厚 又不會太濃 在臉上 所以你可以再上第二支 遮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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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真的有少少不同 但我覺得 我真的便宜很多 便宜三倍 可能買三支才得完它一支 不過說真的 如果我最愛遮瑕膏 遮瑕膏 我真的覺得NARS是最好用的 不過這個其實它那麼水潤 如果你眼底不是太乾 可以用它來遮瑕眼圈 其實它的遮瑕度也不錯 接著就跟大家匯報 在這兩個月來 我non-stop用的眉布產品 就是SHUUMORA的眉筆和眉粉 我想大家之前都已經聽我說 我真的很喜歡它們的眉化妝品 所以我也不特別說它們的好處 但這個是它們新出的眉筆 好處就是它們不用刨 之前那個呢 不要說了 真的說起來就不開心了 之前那支很貴的眉筆 差不多$200 我想說我已經不見了 然後我就想 這支眉筆這麼貴 我刨也沒刨過 已經被我弄不見了 那這個 終於不用刨了 就不需要冒著你帶出外 會不見的風險 雖然我想 應該正常帶一支眉筆 應該好地地 不會像我那樣 那樣 帶一支眉筆 也可以弄不見的 隨便吧 對 對 好用的它們的東西 另外這個是眉粉 還有一個掃仔 它有兩格的顏色 對 都是非常之好用的 按到這個 眼線筆 眼線筆 自從我有了這支 之後 我就沒有碰過黑色和啡色 這個也是love liner 其實我想我用了love liner 已經成年了 我好像沒有轉過其他眼線筆 這個顏色就叫做 深色色 深色 你會看到它的包裝 跟黑色和noble brown 即淺啡色是不同的 這個顏色 真的不得了 是一個最完美的啡色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這隻啡色是有點偏紅 和淺了一點 如果你有眼睛 可能是很眼睡 或者不是很精神 但是你又不想用黑色眼線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不夠深色去提亮 但是這個啡色是不得了 總之我用不回黑色和這隻啡色 因為它又沒有黑色那麼深 但是它的啡色又很完美 我覺得 然後 我超喜歡 超推介這個 另外 我也試了這個love liner的pencil 說真的 我呢 用過這麼多粉不同的eyeliner 我沒試過用一支圓筆狀的eyeliner 在我身上 它裡面是一些小小的東西都不溶 love liner其實也不例外 其實怎樣 總之到了 最後 為什麼眼頭眼味 也有小小 雞蛋挑骨頭 也有小小用的 除了我用眼線液 就不會溶 之外 如果你的眼睛不是特別有 我想這個也不會溶 在你身上 但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要贊助它的包裝 我經常都覺得 為什麼日本人可以這麼聰明 它的包裝是非常之厲害的 每一次你扭蓋的時候 它已經自動幫你刨好了 筆心了 變成你每次用的時候拿出來 它已經是煎了 準備好 給你用了 那就不需要另外配一塊 shopener 另外要去刨筆 又不用自己用到鈍 想自己刨 那每次生過的時候 它已經 即是 同一時間刨了 是不是很神奇 很方便 我覺得這個包裝是很好 嗯 對 有這個bronzer 這個是之前我去新加坡Sephora買的 它是Too Faced的Chocolate Soleil Bronzer 其實也挺有名的 它是一打開 很大股朱古力味 所以我每次用的時候 都要先聞一下 即是有時候趕時間出還 我死了要先打開 都要先聞一下 它看上去其實也挺深色 它的確是挺深色 而且它很上色 所以用的時候 尤其是皮膚是比較偏白的 用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可能是稀稀的 啪啪 就已經夠了 我覺得它的顏色 跟這個Benefit的Hula 是有點像的 可能Hula是黃一點 這個是紅一點 但這個其實上面 都不會覺得髒的 是深色了一點 而且它太上色 另外它的粉 也很幼細 好了 我想這次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其實我剛剛去完韓國回來 我都買了一些東西 很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都想看我在韓國 買了什麼 就 給我一個Like 我就會被收集拍 多謝你們收看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 Bye Bye